清新乾淨 像剛洗完早班舒服 經典的白色香香調香水 不看場合隨時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在Vogue的官網上有一篇長親文 就是講白色香的香水 想不到原來有這麼多人 喜歡白色香香調的香水 今天我就介紹八款 從清明香 小眾香 到個人香的香水 八款都相當討人喜歡喔 Le Body Shop 白色香香水 那這瓶香水啊 其實是史上第一瓶 它就叫做白色香的香水 其實色香啊 這個味道啊 其實最早最早是來自公迷路 就是一個路 它的線體的一個味道 那因為它這個線體啊 其實是那個公路 它要去吸引母路的一個氣味 那如果這個味道 直接讓我們人類來聞的話 它其實是一種 就是有擴散性 而且非常濃烈 就是我們聞起來 可能會有一種尿味的味道 以前的取得方式蠻殘忍的 就是直接把公路的那個線體取下來 然後再把這個色香的線體啊 經過乾燥 這個線體把它割開來取開 你就會看到一小顆一小顆 暗核色的粉粒 它其實就是色香粉 那色香粉呢 它聞起來就是有一種淡淡的香味 是有點動物的味道 然後呢 這個就是最早最早的色香 那因為現在啊 就是把取自動物的色香 其實這個想想其實是非常的不人道 而且對動物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其實已經很少人的色香 是真的是用公迷路的這個色香的線體 那在1980年代 它就登場了 在1980年代啊 媒體小鋪的調香師 它就利用一種植物叫做錦葵的植物 把它調配出一個植物性的色香 它就是開創植物性色香的先鋒 它因為這樣還得到諾貝爾的化學獎了 所以呢 這就是第一瓶植物性白色香的來源 今年啊 就是這一瓶白色香的香水 40周年 他們為了要慶祝這個40周年啊 所以這一瓶香水有在做一個升級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一下 它的瓶身下面啊 就是有個Vegan 就是呢 它把它升級成百分之百純素 它裡面所有用到的香料香材 全部都是用純素的香材 因為它要做到純素 所以它在裡面的一些氣味就會有一點調整 可能有一些成分捨棄 然後增加了新的成分 那最多的就是它增加了一個純淨純的成分 它其實就是一種植物性的酒精 它把它加進去之後呢 就會讓這一瓶香水跟前一代比較起來 它多一點點粉味的效果 這一瓶聞起來會多一點點女孩的感覺 中調也用了一些玫瑰 茉莉跟玲瀾 還加了一些柑橘啊 白松 一蘭一蘭 所以這一款香味啊 我自己擦我是覺得 它就是有一種很性感 然後呢 就是有點 我不曉得我這樣說對不對 它就有點人味 就是有一點點動物的氣息 那另外呢 因為它要做到就是環保愛地球嘛 所以它整個瓶身的玻璃 也是用一個可回收的玻璃材質 然後呢 上面這個也是環保的材質 它的這個噴頭也是可以打開來 然後去做分類的 所以這個就是 經典的白色香香水的一個進化的版本 AKAKAPA白色香淡香水 那這一瓶其實我當初知道 是因為我的好朋友牛兒老師 他真的非常喜歡這一瓶 他說他就把它當成就是 洗完澡一定要噴 它那個香水澡打開來 就是非常非常多這一瓶 因為它裡面也是用植物性的色香 它是利用了杜松跟薰衣草 模擬出一個白色香的味道 它的味道聞起來 我會覺得真的很像剛洗完澡 就是很清新 很乾淨的味道 然後你可以想像 你穿著白色的棉質T恤 然後呢 在戶外 然後藍天白雲 就是那種場景 它噴完就是那種 讓人家很乾淨很乾淨的味道 那這一款呢 其實它有另外一款是黑標 這一款是淡香水 還有一款黑色的是淡香精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麼選 就是如果你是行家 其實我覺得兩瓶都可以買 就是互相混搭 或者是如果你是男生跟女生 男朋友跟女朋友 也許男生可以買黑的 女生可以買白的 或者白天用白色 晚上用黑色 其實這兩個互相混搭 可以搭出一個 蠻不一樣的白色香的香調 它噴過之後啊 會留在皮膚上 最後是呈現一種木質調的感覺 就是它是很大自然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瓶白色香跟 另外剛剛說的這個 媒體小鋪的白色香 味道是非常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白色香迷 兩瓶都可以買來試試看 Adopt白色香香水 它的味道就比較屬於 比較清甜浪漫 真的是屬於小女生會喜歡的 那這一瓶新的白色香 其實在台灣預計是11月才會上市 那它這個香水前調啊 它用了玫瑰跟一蘭一蘭 中調就是用白色香 那尾調呢就是用香草 你就覺得說 這個味道就是會很甜 就是很舒服 那Adopt這個系列啊 它屬於愛地球的系列 所以它裡面的所有的包材 它的一些包裝材料 都是屬於百分之百 可以回收再利用 然後它裡面的成分 用掉的香材的成分 也是百分之百的全素喔 TOMFOR私人調香系列白色香 這一支香水啊 其實目前是在亞洲銷售 最好的香水 就是這個白色香的香水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 有人要說白色香 有人是色香呢 其實現在的色香 白色香全部都沒有動物的 都是用植物萃取 或者是人工合成 那如果調香師想要給人家 一種就是像洗完澡 很清新很乾淨的感覺 他就會說這叫做白色香 如果是色香 其實就是比較性感 有一點點人體肉體的味道 這個TOMFOR的這個白色香啊 它裡面加了個馬帶茶 還有藏紅花跟乳香 所以它聞起來 也有一點點 歐洲乾燥環境的味道 就是很舒服 那我覺得它的味道 最後留在我的皮膚上 是有一種皮革的感覺 就是TOMFOR先生啊 他自己在研發 這個產品的時候 他就是想說就是剛洗完澡 然後穿上那種很厚很厚 白色膨膨的浴袍 然後可能躺在 躺在那個戶外 然後看著藍天白雲 就是那種感覺 那因為它還有一點皮革的味道 所以你感覺也是被那種 柔軟的皮革包起來 所以這就是這一瓶白色香 想要給人家的感覺的味道 BAREDO 反蒲歸蒸淡香精 如果你是VOGUE的粉絲的話 你應該對這一瓶不陌生 因為這一瓶啊其實上個月 在我們的VOGUE SHOP上面有 現實的特賣 也是破天荒 第一次在他們家 官網以外的平台販售 聽說賣得非常好 那這個反蒲歸蒸的這個香水 它也是白色香的香調 這一瓶香水是他們的創辦人BAN 因為他的老婆其實是 不喜歡使用香水 可能不喜歡香水那種 很有侵略性的味道 所以創辦人呢 就幫他老婆設計了一款 噴在身上 就是有一種很乾淨 很清爽很無害的味道 那這一瓶它的前調 其實是全花的香味 然後之後呢就是白玫瑰 以及柑橘還有橙花 那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 它這個搭配的組合 因為這個橙花的味道 我覺得跟白色香非常搭 那另外啊還有人說 白色香的香水啊 會讓它感覺到有那種 粉粉baby的味道 像我有個同事啊 他就非常喜歡白色香的香水 因為他說他每次噴白色香香水去上班 他就覺得 因為他有一個兩歲多的女兒 他就覺得 他的女兒就陪在他旁邊 就是因為一直散發出那種 粉粉嫩嫩 有嬰兒的氣息 所以這是他喜歡白色香香水的味道 如果你也很喜歡 這種很輕盈 舒服的味道 你真的應該要去找一個 適合你自己的白色香的香水喔 JOMALONE LANDEN 白色香精脆 那JOMALONE LANDEN 這一瓶精脆啊 其實嚴格說起來 我覺得它的花香味非常非常的重 因為它的裡面就是只有玫瑰跟白色香 那這一瓶叫做精脆 它是打破一般傳統香水的那種 前中後味的三個調性 它直接把前味拿掉 所以你只要一噴它 你直接一聞就是它的中調 玫瑰的味道 我覺得這一瓶我上次噴了一整天 留在身上就是那種 很香的玫瑰的氣息 那如果啊 有一些人會覺得 會很嚮往那種中東 那種很濃郁的香味 可是又有點果足不前不敢選 那我覺得這瓶也非常適合 想要嘗試 有點中東濃郁香水的人可以使用 因為調香師在設計這款香水的時候 它就是以中東的沙漠為靈感 就是在一個沙哈拉沙漠當中 突然有長出一朵 英國的那種很清新的玫瑰花 所以它是這個靈感來源 所以如果你很嚮往這種中東 有一點點濃郁又有一點清新 然後又有花香調 又淡淡的白色香 讓它能夠持久的話 這一瓶是非常好的選擇喔 KREED銀色山泉 這一瓶KREED銀色山泉啊 是我今天介紹唯一的一款男香 那其實現在啊 大家都會覺得說 啊男香是男生噴的嗎 其實不是喔 因為有很多女生 特別喜歡使用男香 因為這些男香其實都蠻中性的 那這一瓶KREED的這個銀色山泉 它裡面基調是用彈香跟色香來做基調 可以穩定它的香味 調香師的靈感來源啊 其實是來自阿爾卑斯山脈 就是你可以想像中 就是很高的山裡面 有冰涼的泉水乾淨的空氣 還有一些高冷的樹木 跟一些稀薄的空氣很乾淨 這就是要營造那種很舒服的味道 它的味道啊 前調是加了柑橘啊 香檸檬跟白松香 然後中調呢 是利用一些很淡雅的茶香 還有就是比較少有的一個叫做臭氧香 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清新 讓你好像走進了山林裡面 那種很清新自然的味道 這也是蠻另類的一個白色香調的香水 KREED原色香淡香水 它其實是一個真的是蠻迷人的味道 因為我不曉得如果是KREED原色的粉絲 一定知道這個色香的香味 它就是我覺得啦 就是很性感 很療人 很有肉體的味道 其實KREED原色啊 它的品牌已經超過100年了 而且啊其實在1920年代的時候 KREED原色的老藥劑師 他就發現色香這個味道 所以他就把色香取名為Musk 是KREED原色發明的 一直到1963年 因為他們的藥劑師有一天 有一個客人就來問藥劑師說 你可以幫我調一個味道 因為呢我想要那個味道 可以吸引異性 所以那個時候1963年的藥劑師 就幫客人調配出一個色香的精油味 讓它可以去吸引異性 而且獲得了好評 聽說香水還被收藏在美國的國務館裡面 那一直到2004年 這一瓶原色香的香水 就改版重新上市 推出了一個淡香水 它的香味是有佛手乾的花蜜 橙花跟色香 那中調還有玫瑰跟依蘭依蘭 其實玫瑰跟依蘭依蘭 其實好像真的跟白色香蠻搭的 我前面介紹蠻多香水 都有這兩種花香調 最後的厚調是白廣貨香的一個東方的調性 所以這一瓶味道聞起來就是非常的性感 然後我覺得這一瓶跟就是最早介紹的 這個The Body Shop的白色香 其實兩個有一點點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你是那種白色香色香香水的謎 你真的可以買兩瓶來比較看看這之間的差別 以上就是我介紹八瓶白色香跟色香香調的香水 它們真的特色各有不同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頭髮、香水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